大家好我是紅茶 今天要發的影片是很酷喔 SP月鷹白馬陣 然後搭配白馬公孫戰的陣容 那他還有一個白馬岩所以會很強 那一開始是黃月鷹觸發了司馬岩還有郭佳 然後再來公孫戰的白馬一種公孫戰直接大招 然後讓其他人能夠發招 來看一下這邊 讓幾方橫排有60%的機率額外行動一次 所以他就讓司馬翼額外行動了 讓司馬翼額外行動一次之後呢 他又可以對中毒的武將 然後造成 額外行動一次喔 所以司馬翼剛剛就是對隨機三名武將造成了 然後又可以發招發給其他人 順序是這樣子 可是剛剛實在是有點太快了 然後司馬翼給了公孫戰一次 然後又給了SP呂布一次 所以SP呂布又可以讓大家全部人 又全暈了 然後全暈了後 觸發公孫戰 觸發公孫戰以後呢 全部人都會有一個封招齁 全部人大家都被封印住了 然後公孫戰就霹裡啪啦霹裡啪啦 一直打 打到爆了 那我一開始就呈現一個暈齁 那只是後來 SP呂布又可以全部再打一次 非常強勢齁 但是又憋出心裁的陣容 比起之前那個白馬炎 就是 將為呂蒙 然後 法陣的陣容 我覺得這一陣更有新奇感 蠻強的 真不愧是 喵團的北地啊 好謝謝大家